生活中最浪漫的事应该就是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吧 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无尽的可能 不同的人当你想到爱情的时候 你也要擦亮眼睛看一看 它是不是值得你爱 一 胸襟开阔 宽容忍让 这样的女人不计前嫌 得理饶人 宽宏大量 特别是对自己的男人更能理解体谅 将会使许多矛盾化干戈为玉波 两人发生争执 通常是他都会让一步 他会耐心听你说话 如果你是对的 他能够承认错误 即使你不对 他也愿意原谅你 有话可以好好讲 不会动不动就拉下脸来 受你一脸的表情暴力 也不会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或赌气 自虐虐人 总之一个心胸开阔的女人 才会容得下男人的许多缺点 只要男人不过分 一段感情要维系到老是不难的 二 吃亏是福 心态平和 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一杆秤 可以云出平衡来 一个女人若总是觉得吃亏是货 自己不该吃一点点亏 就会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 怨天尤人 吃了大亏痛不余生 吃了小亏耿耿于怀 情绪总是不好 她会日复一日的失去温情 健康和机会 这样的女人会让男人整日 吕薄冰战战兢兢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办法走到尽头的 反之 女人若能积极评价吃亏 认为吃亏是福 就会在吃亏中交到朋友 长了见识 经常保持良好的心态 天天生活在福中 才能使男人打心底里爱她 三 喜欢运动 有健康的爱好 有某种运动爱好的女人 较容易找到情绪的出口 不会没事找事的折磨你 和一个心中有热情的女人在一起时 日子就会充满乐趣 一个在生活中 有健康爱好的女人 也一定会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她不会在苦闷的时候 戒酒消愁 不会在得意的时候 忘乎所以 健康的爱好 是她宣泄情绪的一条最佳途径 因此有着健康的爱好 及喜欢运动的女人 一般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这样的女人生活在充满乐趣的日子里 她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 四 生活简朴 心地善良 和男人相伴一生的女人不能太贫穷 但无论她多么富有 也应该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 过度的挥霍金钱 说明她对未来的生活是没有计划的 一旦她陷入困境的时候 她就会一蹶不振 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与兴趣 对身边的人也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 心地冷漠的女人心肠一般都比较硬 是不懂得朝夕相伴的 这样的女人无法给男人带来和睦的生活 而且在其感情走失的时候 面对男人痛不欲生的苦苦哀求 她会头也不回地走掉 让人心死 所以心地善良的女孩是不可多得的 如遇见别错过 如果她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 并为此真心付出过 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她是个深情敢于承诺的男人 一个愿意为感情破裂分担部分责任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不管她有过几次恋爱 我想那绝对不是她主观上的过错造成的 男人选择了这样的女人 只要现实条件不那么糟糕 是可以从一而中的 拥有这些的女人 一定是能够让你安心地后盾 不管你在外拼搏还是在家休息 你的生活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因为你有个不可多得的妻子 一定要好好珍惜 感谢观看